12月3日,由新加坡库航直飞的TR-121航班 3日中午搭载着近40名旅客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新加坡 至此,武汉恢复至新加坡往返国际客运航线 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华中地区恢复的首条直飞新加坡航线 新加坡是我们9月份恢复国际航班以来 第4条国际客运航线了 前期我们恢复了首尔、雅加达 包括这个周一还新开了一个巴基斯坦的航班 该航线每周四开行一个往返航班 由波音787-9客机直飞 每班可搭载旅客约300人 当天上午10时左右 也有部分旅客抵达天河国际机场办理直机手续 来自重庆的徐恩亨近半年来 不断关注中国各地直飞新加坡的消息 因疫情阻隔 他和远在新加坡工作的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团聚 得知武汉恢复新加坡直航后 他第一时间申请到航空通行证 首先不管价格 就是说这个能通航之后就感觉很兴奋 其实现在像这个 好多这个证件方面申请还是比较快的 湖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主管屈小丽介绍 所有国际进港旅客抵达机场后 均经由专用通道抵达检测点 完成相关筛查及入境手续后 由各区安排转运车辆运送至指定酒店 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国际旅客全程与机场其他航班旅客不发生混流 包括新加坡和其他国际进港的旅客 我们就是统一的集中的一个隔离的地方 不会跟其他国内的客人有混流 统一在那一块做一些 就是核酸检测呀 包括流调呀 然后到达了以后 然后专用的通道 然后统一的大巴车接出去 进行统一的集中的14天的一个隔离 不会跟国内的旅客有任何接触的 感觉国内还是相当相当的安全 不只是武汉 全国就是 好像都是在这边防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尤其是在交通枢纽的地方 据了解 为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渠道 武汉市自1月23日宣布关闭离韩通道 原有的63条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全面停航 4月8日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赴航 9月16日恢复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截至目前 武汉已经恢复和新开四条国际地区航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